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笑别离 第二十集,渐渐升温的感情 今夏与陆毅说开了之后 两人之间倒是变得热络了一些 他也开始允许他换自己的名字,今夏 是今夏,而不是夏小小 这热络中带了些许的别扭 他们都不是那种擅长风花雪月之人 早已经习惯将所有的事情 放在了心中,默默承受 突然身边多了一个人 可以彼此依赖,颇有些不习惯 尤其是今夏 一个人独立惯了,冒出了一个夫君 他心中是百感交集 只能试着慢慢接受 接受自己的人生,从此有人同行 陆毅拿出手绢,仔细擦着手枪 这几日他们一直在外奔波 试着打探,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原家人出来 今夏望着眼前的银票,越看越灰心 他带这么多银票出来 却起不到什么作用 恨不得将他们撕了,一了百了 今夏,难道是说 你爷爷的事情并非是银票的关系 路易平静地说着 对他们而言,什么好消息 什么坏消息都不用再做掩藏了 直接说,比亚在心底要好 我知道,爷爷为朝廷卖力一生 却落得个被软禁的下场 他无奈笑了笑,我替他觉得不值 今夏,其实你爷爷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下场 否则,他怎么会把你养在扬州 不让太多人知道,有你的存在呢 是啊 他真的,今夏说不话来 时间越久,他才慢慢明白家人的一番苦心 心中更是说不出的失落 坐在一旁的路易 也是爷爷精心为自己挑选的夫婿 越相处,他越能感受到他的好 他推了推银票 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呢 都说,天下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为何他的心愿就这么难办呢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路易放下手枪,认真地说道 这把墙一直藏在怀里,没有用到,很庆幸 你说吧 事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他自嘲笑笑 我们这样留在京师,不是办法 甚至有可能会连累到蓝青玄 路易担心自己与今夏去看袁大人的事被人发现 现在京师到处都是眼线 你的意思是 我们先回扬州 今夏问道 是的,我们先回扬州 慢慢想办法,你爷爷已经见到了 他现在除了被软禁 暂时没有别的危险 路易分析道,或许有一天 皇上会想明白 好,那我们先回扬州 能不能让蓝青玄帮我带封信给爷爷 今夏犹豫地说道 可以,我尽量让他试试 等信顺利交到袁大人手上 今夏这才和陆易回了扬州 路途劳累,又一直下雨 今夏好不容易熬到了扬州 就感染上了风寒 全身烧得滚烫 意识模模糊糊 路易只能强迫他喝药 等烧好不容易退了 身体却格外虚弱 躺在床上难以起身 路易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今夏问道 他说句话 喘口气都感到十分疲惫 别瞎想 这几日都是路易一不解代地照顾着 他明显瘦了一大圈 今夏静静望着眼前的男人 突然问了一句 我身上的衣服 都是你帮我换的吗 你流了好多冷汗 如果不及时换上干衣 会再次着凉 路易解释道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去外面请一位丫头过来 今夏朝他伸出手 我想握握你的手 人生病了 格外的脆弱 他想到 自己这一生 还有太多的事未做 尤其是与眼前的男人 路易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很凉 很凉 凉的人心惊胆寒 今夏缓缓说道 不介意 我介意什么 你可是我夫君 我只是想说 这几日你辛苦了 他嘴角含着淡淡的笑 你都说 我是你夫君了 照顾你有什么辛苦的 路易摸了摸他的脸颊 你要快点好起来 大夫说 好好休养 按时吃药 身体就会慢慢恢复的 嗯 听你的 路易的话 让今夏感到了几次安慰 人在病痛前面 总是格外的脆弱 格外需要旁人的呵护与照料 如果我真的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想想还真不甘心 我们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 路易接道 是啊 我们才在一起生活没多久 还未生子 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实现 他怎么会舍得 他就这样离去 今夏听他说还未生子 不免想歪 两人虽已经住在了一个房间 夫妻间该做的事情 却还没有做 他苍白的脸上 泛起了红韵 忍不住咳了一声 撑道 好好的 你说这个做什么 想说就说了 路易笑道 又摸了摸他的额头 饿了吗 这段时间 就算再没有胃口 多少也要吃点 嗯 我会吃的 为了自己的身体 为了自己快点好起来 你也去好好休息 我稍已经退了 你不用再这样 没日没夜地守着我 我可不想 我好不容易好了 你却倒下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聊了许久 或许都没有发现 他们越来越关心对方 为对方着想了 感情就这样慢慢升温了 我饿了 我饿了 我饿了